前两天,婆婆写了金小妹不努力,被模特圈集体开炮的事,大家纷纷感叹,成为名模真的是要付出好多,其实不光是做模特,哪一行不是这样呢? 像金小妹这样走捷径的例子每个领域都有,但通过脚踏实地,认真工作在圈内占握的人,才是大多数,现在那些看起来光鲜亮丽,混得丰盛水起的明星,大多都是经历过种种,才达到了今天的成就,这样励志的蛻变,才是观众们愿意看到的故事。 婆婆很喜欢的Emily Blunt就是一个例子,对她的最初影响,是明镜边缘,离浑身肌肉的女战士,以为就是一位阴气勃勃的女打星,也是没想到,原来穿Probe的女魔头,离表里表气的女秘书也是她,还演过经营农场的单亲妈妈,甚至是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王,细路也是太宽广,她是真的演啥像啥,眼睛好到让人可以忽然。 无略她的漂亮脸蛋,从很早开始就得到了个大电影奖项,最佳女主的提名,英国人民爱她爱到不行,看起来,完全就是老天上饭吃的天之娇女,而事实上,她从小就换肉口吃,想着演艺圈发展,一开始就是Hot模式。 小时候,因为说话结巴受到同学嘲笑,她变得内心又不爱开口,而只有表演能让她成为另一个人,发出不属于自己的声音。 所以,她在老师的鼓励下开始排练话剧,刚开始的时候当然很不容易,本来就看,去说话,怎么会情愿站在台上说给大家听,不过越是艰难也就有效果。 通过不停的努力和练习,她不仅爱上了表演,更克服了口吃,16岁还好去年以表演专业文明的中学Hotwood House,从此踏上了表演之路。 谁能想到,一个口吃的女孩,能有一天站上演员的最高殿堂,奥斯卡的舞台,而没有之前多年的累积,又哪里来临讲时的底气,在演艺圈,很少有顺风顺水的成名录,做歌手也是一样不容易,能不能熬出头都是未知数,别看水果解现在成绩费然。 贯单多多,寻人看遍五湖四海,成功之前,她在追梦路上跌跌撞撞了整整七年,水果解的父母都是基督徒,她从小就在教堂里唱福音歌曲,练成了一把好嗓子,为了热爱的音乐,她高一没读完就辍学追梦,先去了音乐学院学歌去,后来又跟着别人跑到田内西州去学写歌,小小年纪就学会了弹吉他。 录制Demo做词作曲,还在十七岁就发行了人生中的第一张专辑,看起来前途一片大好,然而销量惨淡,差不多只卖了二百张。 之后,她以个人歌手的名义签约过两个唱片公司,头一个公司本身出了问题,唱片被搁置,在第二个公司也没有接到啥工作,全心全意写歌是在专辑块完成的时候被解约。 专辑的事情又泡糖,追梦了七年来,她帮人拍过MV,跟着前辈跑过巡演,还给别人当过,半岔,却看不到出头的希望,但几年下来,却也学到了不少东西。 终于在2007年,抓住了命中注定的机遇,签约了食材的唱片公司,公司看中了她过瘾的实力,一签过来就帮她招落新歌,多渠道的增加她的曝光率。 在公司的推动下,有貌又有才的水果姐,凭借2008年,八行的怪单I can stay go,红遍大街小巷,一下子从现然成为炙熟可热的单红炸子鸡,这样的一炮而红,看起来轻而易举。 然而七年间苦苦挣扎的汗水和泪水,那一滴不是在为逆转人生做准备,这一点,和水果节又过节的小清新,却应该和她很有共同语言。 她也是从小展露唱歌天赋,小小年纪就登台演出,被父母是做未来之星,11岁就和爸妈来到音乐圣地前那西,向唱片公司提交了卡拉OK录像版,准备大展拳脚。 结果后哲以在这里的人,个个都想做这种东西,为理由拒绝了,十几岁又出师不力,换做别的孩子可能就乖乖回去上学了,但小清新却在想怎么才能让自己的音乐与众不同,所以她开始学着弹吉他,尝试利用自己文笔好的优点写歌,为了方便小清新的事业发展。 他们一家搬到了前来西州,每周二放学后,小清新就会和监约公司的创作团队一起写歌,一写就是几小时。 在她准备充分,迫不及待要发歌时,公司却表态不会在这两年给她出专辑,于是,14岁的她依然跟公司解约。 不知何去何从的她,在咖啡厅表演,时遇到了伯勒斯科特伯克特,成为了后哲公司的第一位签约艺人,还说服老板雇佣自己习惯合作的音乐人,一起打到了自己的首张专辑。 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,乡村小天后一战成名,成为了个大棒棒的常客。 但要说她的人生顺风顺水,婆婆可不这么认为,从悲剧,写歌,搬家,转学,甚至解约的,都不是容易的事。 但她们换来了成功的契机,很值。 不管是Emily Blunt,谁国家还是小清新,要说她们实力追梦是没有丝毫动摇,婆婆也是不信的,也许等不到转机呢。 心里难免有这样一个小小的声音在劝你放弃,重要的时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降临。 如果抑制消极的等待,就算真的出现转机,没有实力也等同浪费。 所以,时刻让自己做好最充分的准备,才能不辜负长久以来的坚持。 面对重要时刻,心态和能力都要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,有了平时的积累。 将自己打造的完美,才能再机会来临时抓住它。 打赏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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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